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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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候覺得我不是唱歌的料 就是我唱歌不好我知道 可是 所以我沒有去參加什麼五等獎 那種歌唱名人排行榜 你知道嗎 專門以Vocal取勝那種抖音啊轉音啊 什麼都很漂亮 我都沒去參加 我就參加木船 寫幾首歌在那邊 我自己寫的歌在那邊唱 因為我的標準都是西方的音樂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台灣歌都很不屑 所以我那時候沒有去聽什麼 葉齊田啊什麼 蔡正南啊什麼 我都沒聽 我就想著說 大家阿媽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唱 我就很堵然 我就很堵然 我就說 阿媽我這一輩子也不要這樣唱歌 所以那個時候剛解岩 然後看了一些書 什麼大聲講出愛台灣 一當中要解岩嘛 然後很多書都出來 李喬啊 什麼林雙部啊什麼 反正一些人我都忘了 因為我小時候就很喜歡看進出 結果說被進過的書 我都會去向朋友拿來看一看 我覺得自己很害 不管懂不懂 可是你因為你很排斥這個體制 所以你看了體制外的一些書 你很嗨 每天都在那種嗨的情緒當中 然後又看人家想說 對齁 為什麼電視上所有的台語劇 都是那種你知道嗎 就是台灣人都很瘋啊 然後就是瘋瘋癲癲 然後啦啦塌塌塌 很沒水準 我就覺得說 我看那邊那種書也受影響 就應該是自己站出來說我是台灣人 我沒有為 我沒有以講台灣話為止 我要大聲的講出 就說台灣是我的故鄉 我的母語 然後就這樣啊 就找到那個機緣 然後覺得自己應該寫手台語歌 大聲站在廣眾面前這樣唱出來 那時候很嗨 然後就唱了 然後就被我們公司那個逆賞看到 然後叫我去跟他彈這樣 然後就簽給曾營澄 因為曾營澄那時候做很多外國的演唱會 我是比較重陽 我看到他們做外國演唱會 我就上 就簽給曾營澄 就是我們 我們每年這個那個沐船 就辦一個歌唱比賽 然後 歌唱比賽就看到他 然後他就 就 他在台上的表現 很有趣 然後他 他在台上彈斷了 兩把吉他的弦 然後 但是 整個過程很 怎麼講 就是很平 平順的還是把那個表演表演完了 然後 他好像沒有得名 好像沒有得名 然後之後又約他來聊一下 那那個時候但是 很多唱片公司在找他 對他都很有興趣 他很堅持說他要說台語 我說我想唱台語歌 可是國語歌也沒關係 那個時候我比較奸詐你知道嗎 我覺得說 你先簽我 我現在這個圈子混一下 你叫我唱一兩首國語歌也沒關係 可是我一天 我一定要出台語的唱片 然後之後弄一弄弄一弄 跟什麼李宗盛啊 陳森這些都是出國語歌的人 然後弄一弄就 就變成台語了 接下來是個很特別的節目 掌聲歡迎李宗盛 但是在發片之前 因為我們給他安排了 大概將近有50場的校園巡迴演出 他第一次出去 我記得好像是在民船上專表演的時候 那一次就是 我們讓他上去唱 也沒有給他特別介紹 也沒有介紹他 就說是一個新人 也沒有特別強調他唱台語 然後大概唱 他大概唱了四句 觀眾開始反應出來說 他唱的是台語 當場那個反應就非常的強烈 然後民船 Tasker bat 沒拿出來看 那 keyword 他看看 這麼大名想 它應該可以 一百之五 還是有一個認真的 三位 三位 我 clicking 那些不同 那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